Q彈黑珍珠加入浓厚奶茶 旁边新鲜芒果酱混搭野果珍珠超有嚼劲 台湾首摇影不仅上街买得到 现在还要进军NFT世界 那以我们品牌来说的话 我们的TH确实也是年轻人之外 我们也是第一个打入所谓的科技化茶饮 一个概念的品牌 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商品 是在两个平台同做一个进牌 所以要先登陆成为这两个品牌的使用者 然后这进牌是进行到这个月1月31号 引价高者的 首播NFT开放三款首摇影 包含珍珠奶茶 芒果QQ以及荔枝红茶 上架后大涨90倍 珍奶净标价更是突破900美元 最高得标者可以在台湾的实体门市 免费兑换365杯专属茶饮 不仅如此在虚拟世界里 还能花少少钱开一间分店 想要开一间像这样的实体饮料店面不简单 租金加上实体店面开销 口袋没有一点积蓄很难做到 不过现在进入元宇宙的世界 只要4块美金相当于台币110元 就能在全球开设虚拟店面 美食打入NFT市场还有这一位 国际名厨江振成 洗手表演艺术家张艺军 以及VR导演黄兴健 共同策展推出全台第一颗可以吃的NFT 购买凭证可以在实体餐厅 享用隐藏版美食和体验VR 还有潮流艺人陈冠希 也将在年底前跟周杰伦发布联名NFT 虚拟科技成为趋势 代工大厂广达董事长林百里也很看好 使用行为的改变要多点认识 这个市场就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市场 新时代的人对这个价值 虚拟价值也能够看那么高 虚实界限越来越模糊 NFT话题行似乎也成为 时代潮流的代名词 东森财业新闻 吴波玉品杰特报道 看盘不断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